好 对一个公司来讲 它本身的技术很重要 但是我们看到思维战略也很重要 对国家来讲也是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大陆 现在跟这个竞争 全球强国从地面到外太空 事实上我看到这题是还蛮有感觉的 因为在这个2005年神州6号发射的时候 当时我到大陆去进行了全程的采访 所以对它的整个细节很清楚 那现在2005到现在 哇 一晃及过 已经神州16了 神州16这次是三名太空人 那其中最特别的就是 竟然有眼镜男的出现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网友抖内说 眼镜男出头天 我眼镜男也可以上太空 对不对 他叫桂海潮 那他是第一位不是宇航员 我们叫太空人 他们叫宇航员 是第一位不是宇航员的 能够上太空 在中国大陆来讲 他是一位专家 也是这方面的领域 也是在几千人当中选拔出来的 那太空人分成三种 驾驶员 还有工程师之类的 还有就是载荷专家 那过去是不会让他们上太空 在地面上对接 但是这是第一次 也显示怎样 显示对于技术来讲 很成熟 有相当的一个自信 那当然身体要求质量非常高 所以对于载荷专家的要求比较低 所以才会有戴不戴眼镜的问题 如果是宇航员的话 太空人绝对不可能要戴眼镜的 但是呢 即使是戴眼镜 在发射的时候 还有回来的时候 也都不戴眼镜 因为震动是比较大 好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主要任务 是在进入轨道之后呢 要跟天宫空间站快速的对接 然后另外呢 也会载轨进行轮换 那当然这里面 其实因为我过去采访过 我知道它里面的 技术的细节含量很大 还包括出这个舱 出舱的时候 你用什么样的姿势 太空人吃什么 大陆极其讲究啊 我那时候还带了几包回来 味道还不赖 当然现在可能 它的这个质量更好一点 那这么对于大陆来讲 当然是一个中国的荣耀时刻啦 不得了 那出动了谁呢 出动了华春莹大姐 她最近真是红得不得了 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的 最佳推销员 她的每一篇推特都爆红 我们看到我们的 自己做的这个影片当中 只要有华春莹三个字 流量也是爆棚啊 这张照片 1.4亿人嗨翻了 又是华春莹 在推特当中有没有 她不但有照片 有影片 所以这个街大使 你怎么看待 当然这个一路上 大家就想到 接下来的中美战争 不会在地球上 在海面上 在月球上嘛 对不对 接下来要这个 谁先这个登月 当然美国过去已经登月 那已经是50多年前了 对不对 然后后来 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那现在中国大陆要抢先 恐怕又要登月了 对 当然这个太空科技 科技是人类最尖端的科技 如果在最尖端的科技你没有占有一席之地 或者好具领先地位 你的科技不会是全人类的领先地位 所以中国大陆基本上这个设立的目标非常的高 就是中国要变成世界的科技的领先国家 所以一定在这个太空科技要有一席之地 这是一个长期的努力 像秀芳讲你上次去16号 那中间没有出过任何事情 不像美国这个NASA停顿了几十年以后 重新发射火箭连续延迟好几次 这个东西可见它的精准度 精密度科技含量有多高 那中国大陆现在可能是 这个太空科技维持全世界最完整 最有计划然后训练有素的一个团队 因为它的政策非常非常的持续 政策目标也非常非常清楚 用国家力量长期在推动 那现在2030年要载人登上月球 然后已经它这个无人的 无人的这个太空船已经降落到火星了 所以它是全方面发展 那这个神州16号主要是因为这个空间站 那空间站在可能在2025 也就是俄罗斯跟美国 在这个现在随一随一另外一个 在太空上停最久的这个联合号太空站 它这个要退休以后 可能全世界只有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空间站 那当然这个桂海潮 我看了它资料还蛮有趣的 它基本上它的只有36岁 对好年轻 很年轻 而且它是在它的籍贯是那个云南省 这个在这个非常靠近缅甸 中美边界的一个偏乡的一个出身的 一个年轻科学家 可是从小就是学霸 然后它是中国航空及太空大学的博士 然后呢 现在是博士班导师 已经是教授了 而且它这个毕业以后 多次到加拿大很多国家进行博士后研究 看起来是一个训练有数的一个太空科学家 不过它这个所谓的载核专家 基本上 它是要上太空主要的任务 基本上是从事相关的科学研究 因为太空站里面 除了就是说测试这个 整个的这个太空科技的能力 它在太空站上有很多实验舱 这些实验舱你可以进行各种的相关的科学实验 所以载核专家就是不是要驾驶太空船的 他是要上去做科学实验 那这个载核专家可要得到这个资格 非常的困难 因为前一阵子中国大陆有一个这个专家 在香港受访问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在香港接受报名 港澳地区接受报名 就是说你有兴趣到太空站 中国太空站做科学实验 是亲人来报名 你来报名 然后你也可以成为载核专家 可是这个选拔非常非常的严苛 它除了要有生理功能 生理素质 生理素质就有十几项标准 比如说比较难的 你要做这个离心机 你一直转一直转 看你最后下来 你走路还是不能走一直线 要下来以后 要歪七扭八 另外还要有什么 它有这种离心积压 各种这种非常高难度的 这种生理上的挑战 另外还有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也是非常困难 然后呢 还要连你的家属一起调查 有没有这种 先天的疾病 或者遗传性的 甚至传染性疾病 这个过程 通常就非常非常漫长 那你今天通过了 像港澳的话 几十人报名 现在他们大概要录取一到两名 那然后呢 受你通过了 你要经过两年半的严格训练 所以这个就是说 载荷专家 中国大陆已经在积极的在 已经进行了很久 当然这个贵海潮 他是幸运儿 第一个脱颖而出的 不过你光看他的这个背景 就是非常过硬的背景 我那时候去采访的时候 也这个很多宇航员 他们的挑选极其严格 像刚刚这个介大使讲的 那一条件之外呢 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说呢 他们的这个家属要调查之外呢 基本上所有宇航员 基本上是要已婚 而且已经有子嗣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上过台工之后 有时候辐射很高 他担心回来之后 对你的生育能力会有影响 所以基于人道 是要求你已经有子嗣的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去 他们带了很多种子上去嘛 回来种的话 可以比方一个哺哇 回到地球可以种这么大 就是他因为受到辐射的影响 所以回来之后呢 可能都会突变 就变得很大 南瓜可以长得这么大 然后这个所有东西 都会长那么大 当然有些人都在研究 说这样是不是可以 反而可以解决粮食危机 那另外呢 就是说他的这个辐射量 对于种子也好 对于动物也好 对于人体也好 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时候还在未知数 我不知道现在的最新研究是什么 所以当时要求的选拔条件是 已婚而且必须要有子嗣 这是一个人道的一个考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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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